这节我们看一下对效果中的预设进存储 包括自定义素材箱的方法 我们在PR中进行编辑的时候 这边打开我们的工程step3的项目 那我们在进行效果添加的时候 我们都是进入到效果菜单 这边会有很多视频效果 包括第三方插件和一些PR内置的效果组 我们前面也演示过一些简单的效果 比如你经常用一些效果 我们要去展开然后去找 发现这个比较费时间 那我可以呢自己在这个空白处完全去右键 自定义一些自己要存储的效果 那这边我就可以右键新建一个自定义素材箱 那这边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右键新建 或者你点击素材箱再点击一下重命名 比如说这个叫我的常用效果 那注意在这个目录中你可以把经常用的效果拖动进来 比如我在这个视频效果中 我经常用黑白效果 或者说我经常用马赛克效果 那么我常用这个效果的话 我可以把它拖动到我自己的效果中 它不会真正的移动 只是作为一个快捷方式放在这里 那当然你也可以展开视频效果 进入目录 比如在这个模糊中 我经常用高四模糊 那我可以在这个视图中把它往下去拖 但是你发现往下拖的话 这个分辨率不够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窗口拉大一点 这样子我把这个效果拖到里面 这样我常用这两个效果 在这边就可以随时快速的进调去 那如果我还需要其他效果的话 比如说我想用彩剪 我也可以把它拖动进来 所以这边呢 就等于说你做的是一个快捷方式 比如我还喜欢用黑白效果 我可以看一下黑白呢 它位于图像控制中 把它拖动进来 这样子以后我在进行编辑的时候 那我就不用每次的都去找这些效果 然后我只要展开我自己的列表 这边就有我经常用的效果 我可以快速的加到我的视频上 比如我右边的这个视频 我想加一个高四模糊 或者说我们将这个视频选中 缩放一点 移动一下位置 放在上边或者是下边 那背景的话呢 因为已经加了高四模糊 如果你没加的话 你还可以从自己定义的列表中拖动进来 然后去调一下高四模糊的参数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这个列表 同样系统在上边预设中也有一些列表 也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效果 都可以存储为预设 这边你可以右键 新键预设素材箱 那新键之后我们又看到目录 它在这个预设中 这边我可以选择素材箱 然后点击 左键点击可以改一下名称 那你经常用的效果 它可以把这些参数记录出来 然后保存起来 那我们在这边选择上边的视频 比如左边这个视频 我们想模拟一下它所用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视频中我们用了投影3D光照效果 那我同样在右边 我就可以先搜索一下投影 投影的话 我们在这个视频效果透视中 如果你经常用的话 也可以拖动到常用效果 加入投影的话 你需要调一下参数 这边我可以调一下投影的距离 可以看到距离的一个变化 包括它的方向 比如这次呢 把方向往右边一点 可以调一下投影的不透明度 这些参数呢 很容易进行识别 然后我还可以呢 再去加一个基本的3D 你可以搜索一下3D 那这边我们在这个PR内置的效果中 视频中 同样是在这个透视中 那我们这边展开视频效果 进入到透视 展开之后 这边有基本3D投影 这两个都是常用的效果 如果你加了基本3D的话 你可以去旋转一下它的角度 可以看一下扭曲了一点 或者加一点倾斜 包括预图像的距离 我们还可以让它从近到远 做一些微调 我们这边再搜索一下光照效果 那同样位于调整中 放在常用效果中 我们在自己的效果中 也可以把它选中 拖动到我们所调整的视频上 可以看到默认的光照效果已经出现 当然在这个光照中 你可以展开你的光照照明一 自己去调一下这个光照的范围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画中画模拟 那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说想把这些效果 包括参数复制出来 供我们下次进行使用 那就又涉及到了 之前我们说的 存储我们的预设 那这边我们看到 系统给出了一些预设效果 然后我自己建立一个文件夹 还没有存任何预设 那本身这个画中画效果很简单 我用到了三个效果 并且调整了运动 那有一种方法就是 你可以这边通过编辑全选 那如果全选不了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 选选菜单 全部选中之后 你还可以按住Ctrl键 比如我没有调整不同明度 我可以取消这个 苹果的话 注意按CMD Command键 比如我没有用过时间 我不用这个功能 那我这边有四个效果 是我自己修改过的 最佳过的 那我可以点击一下 这边的菜单任意的位置 右键保存预设 或者你在这个效果空间的这个三个横线点击更多 你可以存储预设 方法是相同的 比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画中画效果 注意这边的类型呢 会对这个动画的关键帧进行缩放 它有这个入点和出点 包括说法 这个我们在后边的去看 这边你可以加点描述 确定 那这个效果定义好之后 因为我选中了自己的文件夹 这个余设就存到了这里 那我这边可以在这个视频中 移动一下 比如我这个背景视频 我选中 我把自己的效果拖动进去 它就会直接生成 我刚才调整的这些参数 当然这个片段上 它自有的这个参数是不会受影响的 然后它会直接呢 只把你修改过的参数 再次呢给它覆盖上去 所以我们自己呢 在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如果你经常会用到某些效果 那你可以尝试呢 把它存储起来 像我们这个预设一样 存储起来之后 你可以随时呢 选择自己的画面 来进行调用 然后这些预设 包括单独的某一个效果 比如我选中我自己的效果 我在这个光照效果中 调过它的这个光照的位置 甚至是它的半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参数等等 那我不可能每次都去做调整 那这个效果 你也可以单独去把它右键 保存预设 比如这个就是光照效果预设 自己呢起个名称确定 那我这边还是存储到了预设中 我把它拖动到自己的目录中 那我下次再用这个光照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拖动进去 并且这个时候 它就会记住你之前设置的参数 所以你不管是多个效果 还是单个效果 都可以很轻松的进行拖动 进行复制 只要我们在效果上右键 保存预设 或者你按住坎硕 苹果的话按住cmd command 多选效果去保存预设 系统都会记录下来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视频中如果有关键帧的话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在运动的时候 同样是画中画 但是我们加了点简单的关键帧 关键帧它是有一个 说放的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从起始的原点到结束的原点 它是有时间的 然后我们还是这些效果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选中这些效果 或者我们全选一下 编辑全选 然后我们将它保存重预设 点击一下效果空间更多 这次呢我们叫做画中画 比如说关键帧 带有关键帧的这样的一个预设 它的类型有缩放 入点和出点 先看一下缩放 缩放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的片段长或者是短 那你去加这个缩放的这种方式 那你的关键帧 它依然会全部出现 只不过你的速度 如果片段短速度会变快 如果片段长 那我们这边撤销一下 你如果片段很长的话 也去加这个效果 它也会自动的去拉长 这时候你的动作呢就会变慢 所以就是缩放 通常这个类型呢比较好控制 你的片段长 它关键帧自动变长 片段短关键帧自动变短 那另外两种方式 我们选中左边的片段 然后再重新选择 存储一下 比如说入点 比如说入点 这个方式呢 它主要就是说 关键帧我们这边看到 在你这个关键帧起点到片段 它的这个入点 前面有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是多少 它会保留 然后从这个针开始 后边不做缩放 把动画呢复制过去 然后初点的话 比如你后边还剩20秒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会从你后添加的片段 从后往前数20秒 然后对齐后边的针再往前去做动画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入点 确定 比如这个片段呢 我们看到从0开始大概是15秒 那我们后边的片段就选中 直接呢把这个 我们这个入点的这个方式放进去 那你会看到关键帧 起点的时候是4秒15 那我们这边一直拖一直拖 那么到这个5秒的时候 刚好也就是15秒的时候 它开始呢 从入点开始继续去走这个关键帧 那相反初点的话 对齐的就是后边 和你后边视频所生的片段 这个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因为它是入点的一个相反的过程 这边如果你不需要这些预设的话 选中单按下删除键 直接删掉 自己家的预设都在这边 也可以随时选中这个目录 右键删除 可以全部呢将它删掉 那你自己常用的效果放在这边呢 是不受影响的 你也可以右键随时将它删除